三條 三條線 三條線 三條線非常明顯 它的特徵就是三條線 那你說老師還有其他的 那我們先記這個 比較明顯它有三條線 三條線你先摸看看葉子 一般葉子摸起來軟軟的 葉子摸起來蠻怎麼樣 蠻硬的 在摸過程中 如果你要摸 你可以手伸出來 我就知道你要摸 如果你害羞就沒關係 如果你要摸你手伸出來 我就會給你摸 摸起來厚厚的 厚厚的 這什麼植物知道嗎 肉粿 肉粿 非常好 少一個字 土肉粿 對 土肉粿 土肉粿 想到土肉粿就想到什麼 吃的 吃的很好 跟什麼吃 咖啡 咖啡架上面是什麼 粉 叫做Cappuccino Cappuccino那一杯咖啡上面那個 肉粿粉 對不對 所以因此呢 吃下去真的會有肉粿的味道嗎 有 這位同學說吃 來就麻煩你了 吃下去 因為昨天有下雨嘛 你洗過來 你就直接吃就好了 哈哈哈哈 它有辣辣的 一點點辣辣 然後有點甜 是 這位大家可以接受嗎 可以 很好給這位同學的掌聲 很好喔 真的叫土肉粿 土肉粿在我們台灣來說非常棒 而且非常不錯 而且最近大家喜歡喝咖啡嘛 所以你最近看人家一邊喝咖啡 一邊吃一個葉子 是正常的 這在吃油 它在吃肉粿葉 以後一產消就有了 所以以後頭成農場就會出這道題目 就一邊喝咖啡一邊吃葉子 又覺得怪怪的 當然會越吃越香 又一杯又消了一杯了 所以很不錯 所以呢 有沒有人要吃吃看 真的不錯 吃起來很辛辣 但是可以接受的 尤其是大人很喜歡 真的嗎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 對對對 不用客氣 他們種很多 他們種很多 老葉會比較甜 乾的 這已經不錯了 佐媽媽 這有雞耶 有雞的不用錢 佐媽媽沒吃過嗎 自己種的 有啦齁 對阿 烤肉很好吃喔 這我就不知道了 原來就是那個肋排 然後把它切碎放在烤箱裡面烤 吃起來就甜甜的 還有那個肉桂香 豬肋排 這個豬肉滷過之後 然後把這個切碎 然後灑在上面 然後進去烤 喔學起來了 佐媽媽那個小龍有用 有用那個肉桂葉去做他的料理 喔做成 哇大家都很內行耶 而且肉桂呢 不管葉子 枝條 樹幹整個都是 很多肉桂的味道 而且非常的充實喔 了解 但是呢肉桂呢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肉桂 尤其土肉桂是台灣原生種的物種喔 但是 就有一些 以前就有一些不肖葉子 把一種植物很像肉桂的 拿來這邊賣給大家 鷹香 對 鷹香喔 鷹香的葉子也是三條線喔 也是三條線 長得基本一模一樣 除了開花結果才有機會分辨以外 但我們不是相關科系 還是覺得都是新鷹 所以那個像佛光山啊 金山那邊佛光山 那整排外面全部 全部 都是鷹香 而且很大顆 所以呢 就因為有這個過程喔 所以記得 雖然有三條線 但我建議還是先吃吃看柔柔看 了解嗎 而且這一顆不便宜耶 一顆不便宜耶 對不對 所以肉桂是很值得大家去 去提煉的 或者是增加生活的 對 但是呢 基本上呢 像小朋友就不太喜歡 因為那種新鷹味比較不喜歡 大人比較喜歡 大人比較喜歡 好 那我們往這邊看